小普陀寺初建于明朝万历48年,公元1620年 小普陀寺的建造缘起,有一个故事 据传明朝汉林调太史的母亲蔡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她曾向观音菩萨祈求保佑,希望儿子能够考中科举 如果成功的话,她将到普陀山烧香还愿 几年后,儿子终于金榜提名 为了实现自己的还愿心愿,蔡氏决定前往普陀山还愿 但担心路途遥远和海上的颠簸 乔太史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邀请一名匠人前往普陀山将寺院的设计图带回来 并仿照其样式,建造了一座小普陀寺 周围的乡亲和佛教信众出资助力 是在众人支持和帮助下建成 这个具体是传说故事还是历史 师兄们自己判断一下 今天我们来普通的小普陀寺 这里可以抄京 阿弥陀佛师兄,这边有宿灾吗? 没了,没有了 时间过了是吧 这个寺院好小,只有一座主殿 而且也不是很大的那种 米乐殿 这是一个小亭子 这边很多的棉被 生活区吧 大云宝殿,里面供奉了三十佛 这边是度母殿,里面供奉了一尊绿度母 百佛殿 里面很多的佛像 我估计都超过一百只树了 供奉了太多的牌位,我就不拍了 委托大师 我在小浦陀寺为您起步 这是个小浦陀寺的具体地址 浦东川六路2099号 我就是刚从山门进来 你会感觉到这个寺院很小 但是你从左边绕过来 另有洞天 三号 做好事说好话 存好心 幸运法师 如果去一星大爵士的话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三句话 石标观一像 帝章王菩萨 看这个全兰殿 铜殿 有没有这种熟悉的感觉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海东林寺 也是中古楼 都是铜殿 还有杭州的香吉寺 他是杭州的铜艺大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朱饼人 都是他的作品 我估计这个也是他的团队打造的 但是我不确定 风格很像 这边有一个特色 他的这个佛像 后面都有一幅唐卡 在唐卡的前面 有一幅佛菩萨像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棒了 蓝天白云 小普多斯 观音大师的道场 主要供奉的就是观音菩萨 这些可爱的小沙弥 还戴上了帽子 圆通宝殿 这才是这座寺院里的主大殿 圆通宝殿里供奉了一尊四面 牵手牵眼观音像 这座精美的佛像高约18米 显得非常的庄严 牵指手象征着观音菩萨 拯救一切众生的力量和慈悲心 神态安详 面容慈祥 散发出无限的慈悲和智慧之光 我觉得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 就是来到这里 你会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平静 此时此刻我又想音师一首了 众生沉睡黑夜 星辰闪耀月角节 小普陀寺庄严厉 牵手观音书圣体 观音菩萨慈悲心 牵眼牵手救众生 慈爱目光无限清 智慧光芒照万民 明代侨幸 看灵家 慈母潜心静观音 科举高中观音家 发心见词 天砖瓦 小普陀寺来观瞻 慈悲之心入心间 佛家文化传久远 普渡众生 大悲传 这个水平有限 有点世俗的感觉 金刚护法 五仙殿 路西悦 这边是摘堂 五官堂 日永餐时间 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 晚餐五点到六点 专一堂暂停对外开放 刚才问了一下这边的义工师兄 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小菜园 这边还有一座弥陀店 浦门大礼堂 这里边关着门的 里边很大 但是没有开放 还有一座药室店 也是没有对外开放 一个小船 一片竹林 后边是条小河 少林寺出来的小沙明 这应该是一片桃林 师兄们过点时间可以来看桃花 那边是陆西悦 这边是陆明悦 这边是文书殿 他文书菩萨也是 后边一副唐卡 这边也是观音像 十七尊那边是十五尊 这的话三十二尊 三十二尊的话 三山观音 宋子观音 这里居然是财神殿 是谁的字 看不出啊 这个印章 乘地铁二号线 穿沙站换公交 991 或者是615 湾振村站下